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艺人团队从2014年开始制作 如今已经将近10年了 游戏都依然还没有正式推出 作者也还在持续的更新开发中 这款游戏甚至还遭到了Twitch平台的风劲 而随着情人节的到来 今天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这款号称病焦版的Hitman 病焦模拟器的游戏以及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记迷迷嘛秀 病焦模拟器是由美国独立开发者 Yanderedev开发 作者的真名为Alex Mahin 过去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超过三年的时间 在2014年的时候选择在4chan的论坛上 分享了有关病焦模拟器的创意和想法 得到了许多玩家的正面回馈 所以Alex也鼓起勇气地选择独自一人开发了这款 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的全新游戏 病焦模拟器这款游戏的玩法 作者是受到了杀手系列的影响 将杀手高自由度的特色融合到了校园主题 而且随着内容不断的更新 玩家可以在校园里做的东西也变得越来越多 游戏的故事也非常简单 玩家将会在一所名为赤烟高校的学校里 扮演着一位叫Ayano Ishi的二年级高中生 Ayano Ishi是一位感受不到情感的女孩子 她从小就不会有任何的情绪起伏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具空洞的躯体 而她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 也和她有着一样的问题 一直到某一天 母亲遇见了她的父亲 一见钟情的她感受到了温暖 世界也充满了色彩 原本空洞的眼神充满了希望 而Ayano Ishi为了想要得到这种感觉 也希望自己的人生中出现这样的一位白马王子 一直到某天 她在转角处撞上了一位名叫 Taro Yamada的学长 学长主动扶起她的那一刻 她就对学长一见钟情 周围的事物充满了色彩和温暖 让她的内心产生出了所谓的情感 游戏中的学长外观也可以由玩家自定移成自己喜欢的样貌 可是她却发现到 学长身边竟然也有情敌的出现 为了学长不被他人给抢走 Ayano Ishi内心的占有欲 也在不断地怂恿着她 为了学长 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阻止情敌 甚至连杀死他们她都愿意 而并交模拟器的故事也在这里正式开始 虽然游戏的名字叫做并交模拟器 但这款游戏并不只是模拟器那么简单 它不仅有着非常完善的游戏系统 我们更是可以在游戏里收集到一些神秘的录音带 并从录音带的内容去了解背后更深层的故事 而之所以游戏那么迟地推出 那是因为Alex对于游戏的品质要求非常之高 我们在官方网站的开发日志部落格中 也可以看见作者在2014年起 就一直非常积极地在部落格上 跟玩家们分享新内容 同时还在召集志愿者能够提供协助开发游戏 从2014年起 这款游戏就已经有着高达数百位玩家提供协助 帮助Alex开发这款游戏 还获得了超过5000美金的赞助 而Yandere Dev自己也有在YouTube频道上 制作一些影片来跟玩家们分享游戏的内容 他在去年2022年的时候 共是消失了一整年的时间 被许多玩家质疑Alex是不是已经像过去 我们所说的几个独立开发者一样 放弃了游戏开发 当然他也有在2022年的12月时 做了一部影片表示自己会消失的原因 是想要完成自己整理的代办清单 却没有想到代办清单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多 结果导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才完成 而他跟过去我们提过的爱丽亚战绩 Cube World等游戏开发者不同 并将模拟器开发的时间已经超过将近9年的时间了 这9年里玩家看到的是游戏的不断进步 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 而不是画大饼说大话的结果 当然不管是游戏的结局 过场动画 还是开场动画 都依然还处于开发之中 并不代表重视版推出的最终成品 因为有顽固每个版本更新的玩家都应该知道 过去的几次更新 作者也会直接把整个过场动画 替换成一个更让人满意的剧情 而且在这9年的更新中 游戏的内容也已经焕蓝一新 接下来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并教模拟器的玩法 刚才就说到了Ayano Aishi 对打扰Yamada学长一见钟情 为了不被其他人抢走 他就必须要阻止情敌 而并教模拟器的玩法 就像是杀手系列 融合了女神异文录系列的时间管理系统 游戏虽然以赤焰高效作为舞台 但玩家还是可以前去小镇 地下室和家里等区域 游戏和女神异文录系列一样 将会从一个时间段开始 一直到另一个时间段作为结束 并教模拟器以10周的时间作为舞台 一共有这10位情敌将会在每周出现 而玩家则必须在每周五 情敌向打扰Yamada学长表白之前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止他们 玩家每天都会有着 从早上7点至晚上8点的行动时间 校园的场景也会根据每个时段 出现不一样的变化 像是普通日下课的时候 学生会在走廊上闲聊休息 但如果是打扫日 玩家就会在走廊上 看见学生在走廊上打扫 一旦玩家没有在截止日期前解决情敌 那么情敌就会向学长告白 游戏就会直接结束 而且在游戏开始的时候 一位名叫资讯匠的神秘同学 也会提供情敌的资讯给玩家 让玩家更加了解这些情敌的情报和资料 而且如果玩家拍摄其他女同学的内裤照 并把她们交给资讯匠的话 她也会愿意提供更多的资讯给玩家来作为交换 而并交模拟器的具体玩法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接下来就跟玩家们威威道来 首先玩家可以用非常多的方式来解决情敌 每个情敌都会有这超过10种的解决方法 玩家可以选择直接在无人的地方把它给解决掉 又或者是透过一些方式拿到针钉剂 把情敌给迷运之后将其绑架在了家里的地下室中 又或者是引诱情敌来到顶楼 然后将其从高楼推下 并围造一封遗书来营造出情敌自我了断的现象 甚至玩家也可以在学校中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来完成目标 像是透过资讯匠的情报 来和情敌成为闺蜜 并得知了情敌自身的烦恼 如果我们成功帮她解决问题 那她也会为了报答我们 向我们承诺会远离学长 当然还是可以选择把她给干掉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介绍新的对象给情敌认识 让她把目标转移至其他人的身上 又或者是在学校散播对情敌不好的谣言 让她遭受到学生的霸凌 在无法忍受之下自我了断 又或者是遭到学校开除 当然上述提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 玩家还可以选择将谋杀案嫁祸给情敌 可以选择让她毒死 溺死 触电死 等方法 当然游戏的环境也会随着玩家的举动 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像是如果学校出现学生意外坠楼身亡 那么校方就会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悲剧 选择在屋顶安装铁丝网 来阻止学生 不仅如此 学校里的客室和学生 也都不只是游戏中的摆设罢了 每个学生都会有着不一样的性格 不同性格的学生募集玩家作案 都会有不一样的行为 像是低头族会拿起手机拍照 发给警察 应用的学生会尝试将玩家给制服 学生会的危险性格 当玩家靠近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推开玩家 而如果玩家继续的坚持骚扰 他们就会拿出胡椒喷雾来攻击玩家 学校中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社团 每个社团都有着不一样的优势和玩法 像是加入轻音部 玩家就可以轻易地背着大提琴的箱子 在学校中自由行动 将擒敌的尸体分解之后 藏在大提琴的箱子里也不会被人给怀疑 加入烹饪部则可以制作食物 送给学生提升声望值 甚至我们也可以加入和擒敌一样的社团 好让我们可以更加接近它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游戏还有着会影响学生对你警惕的声望系统 学校出现命案时因学生心惊胆跳 而改变的校园气氛 又或者是会让玩家完全病交化的理智值 都让游戏产生出多种的可能性和玩法 有玩过杀手系列的玩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杀人是其次 除了你命案现场才是核心 病交模拟器自然也不例外 刚才所提到的各种系统都取决于 玩家如何清理命案现场而改变 每当玩家杀人之后 都得想办法处理尸体清理血迹 以及避免学生募集命案 假设穿校服作案会导致衣服沾满了血迹 玩家就必须得想办法处理肮脏的衣服 要么拿去烧掉毁灭证据 要么就用洗衣机洗清理干净 然后爬到学校的浴室洗澡清理身体 甚至玩家可以直接在储藏室里 找到雨衣和垃圾袋 雨衣可以在作案时避免弄脏衣服 垃圾袋则是可以用来包住尸体 借此来躲避学生的视线 当然如果玩家是在大太阳的天气下 穿雨衣在走廊上行走 也会被周围的学生窃窃私语怀疑玩家 下课时抱着大包的垃圾袋 也会引起学生的注意 但如果是值日班 学生们都在打扫的时候 玩家抱住垃圾袋就不会遭到怀疑 说了那么多 游戏依然还有着非常多的细节没有在这里提到 有兴趣的玩家就自己下载demo来体验 又或者是等正式版推出了之后才来玩咯 那究竟这款并交模拟戏 除了对付情敌之外 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虽然游戏目前还不是正式版 但在其他的模式中 我们也可以去解析出一些背后的剧情 玩家社群也对此乐此不疲 竹线剧情中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 是Ayano Aishi一共有着十位情敌要解决 分别是学长的青梅竹马 Osana Najimi aka明日香 因此去青梅竹马而沮丧的学长 在第二周的时候 遇见了前来安慰的烹饪社会长 Amai Odayaka 戏剧社会长Kizana Sunobu 超自然部会长Okaruto 体育社会长Asurito 剔班护士Muyakina 喜欢搞失神恋的代课老师Midarana 可怕的不良团队大姐大 Osoroshides 学长的妹妹Hanako Yamada 以及学生会会长Megami Psycho 每个角色的个性和名字 都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设计 而且游戏中还包含了 非常多的彩蛋和致敬 当然并交模拟器中 还有着许多的游戏模式 像是任务模式 Ayano Aishi将会成为资讯匠雇用的杀手 根据资讯匠给予的任务来执行 随机模式则是每周 都会随机声称学生和轻敌 来让玩家们解决的模式 主要的目标为达到最高的分数 还有一个模式则是最为完整的 1980年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 玩家不是扮演Ayano Aishi 而是扮演着他的母亲Rio Ba Aishi 我们在故事模式里 可以发现到神秘的录音带 录音带中的男子是一名记者 而他所调查的对象 则是在1980年就读次验高校高二的Rio Ba Aishi 在1980年Rio Ba Aishi 遇见了Ayano Aishi的父亲 Yokichi Yudasai 爱上他的Rio Ba 也就开始解决那些和他靠近的情敌们 1980年的模式中 玩家也是要解决十位情敌 每位情敌都极具特色 有擅长运动的 擅长读书的 有趣的富家女 最受欢迎的女同学 最聪明的学生等 当然他们最终都没有逃过Rio Ba Aishi的魔爪 最后Yokichi Yudasai也遭到了Rio Ba Aishi绑架 将他关在了地下室 两人最后也结了婚 生下了Ayano Aishi 有趣的是 爱斯家属的女孩子 都有着病胶的病态 不仅仅是Rio Ba有着病胶属性 就连Ayano的祖母也是一个病胶 Ayano的祖父 长期被祖母 绑在了地下室的椅子上 最终导致凌虐痴心灵崩 然而Rio Ba 因为从小看着父亲被搞得心灵崩溃 对此感到非常的难过 因此在截止Yokichi的时候 没有选择领虐他 反而是等他确信Yokichi 100%不会逃跑 或者是离开自己之后 才将其给解禁 虽然最终还是被强迫结婚了 但至少Yokichi没有沦落至Rio Ba父亲的下场 在故事模式中 两夫妻也已经跑到了美国旅行 但其实这个旅程是另有目的的 接下来我们就从神秘录音带中 记者的视角来解析 198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980年4月 一名搜查记者 听见了当地的一所高中 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为了成为别人憧憬的英雄 自己想要成为的名人 他选择暗自调查起了这件案子 当然这一起谋杀案 正是Yokichi搞出来的 校方为了维护志愿高校的声誉 禁止他人入校调查 警方的调查时间 更是被限制在了6个小时罢了 然而记者却在校门口 看见了一位女高中生 总是跟踪着一位男同学 就连那些和男同学接触的女同学 他也都会在背后跟踪着 而这些被他跟踪的女同学们 后续不是遭到的学校开除 被霸凌 就是离奇失踪 甚至透过学生访谈 记者也得知那起谋杀案的死者 喜欢的对象也是那名男同学 成功解开谜团的记者 选择将调查结果告诉了警察 最终警方成功逮捕Roba Aishi 此消息也震惊全国 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记者自己也成为了名人和英雄 然而记者万万没有想到 Roba Aishi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哭着谴责 记者是一位跟踪狂 是一个为了名利 捏造事实的肮脏记者 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相信了他 最终法官也宣判Roba无罪 而记者也因此身败名裂 被小镇的人唾弃鄙视 引以为傲的记者生涯也就此结束 在审理结束之后 记者为了躲避媒体 依然来到了法院后巷 却没有想到Roba在这里早已等候多时 并对这记者说了一句 要让你的死看起来像自杀 可是轻而易举 千万不要再惹到我 说完便转身离去 之后的记者不仅仅遭到了众人的骚扰 名誉受损的他还找不到工作 一年之后他遇见了一位体贴的女孩 在结婚十几年之后 他们生下了一位女宝宝 可是妻子却在生下女儿之后不幸离世 堕落的记者忽略了女儿 放任女儿一个人独立长大 虽然游戏并没有明确地说出他女儿的身份 但从录音带中就有透露了 女儿每天都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在她的电脑上 有时候看她回家 甚至还会看到衣服张上的学迹 但出自于内心的恐惧 记者并没有询问过她 二十年过去 记者始终对于此事怀恨在心 为了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她决定重新跟踪Roba Aishi 想要将她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 却没有想到在某一天 她跟踪的行为被发现了 Roba微笑着对她打了招呼 但记者脑海中浮现了曾经Roba 也用了这样的微笑威胁着她 她知道自己搞砸了过去的协议 所以决定逃离日本 跑到了美国去躲避追杀 在最后一个录音带中 我们也得知这些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录音带 其实是记者留给女儿的 最后一个录音带 记者带有一丝悲伤之外 听见的是满满的不舍 而刚才就有说到了 Aiano Aishi的父母 在故事模式中 已经跑到了美国旅行 但其实是Roba 准备在国外追捕记者 将这个威胁给彻底解决掉 至于记者的女儿到底是谁呢 玩家社群也给出了自己的推论 不少玩家认为 她的女儿其实就是资讯匠 因为资讯匠是一位坐在电脑前的资讯社会长 录音带中也有提到了 资讯匠非常的有钱 推测她是透过发卖内护罩 给男同学来维生的 而作者曾经也表示过 资讯匠在正式版中 将会扮演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是影响剧情走向的关键人物 这让玩家认为到最后 资讯匠会为了替父亲报仇 选择跟Ayano正面对比 那基本上 并交模拟器的大概剧情 就是这样啦 虽然故事模式的剧情到至今都没有完整 而且距离游戏完成还有一段的时间 根据作者在2020年推出试玩版时的透露 游戏在那时候就已经有着 91%开发完毕 最近距离完成版还有多久呢 玩家们就只好耐心等待咯 不仅如此 在2016年的时候 作者也表示 自己不想要以并交模拟器作为最终成品的游戏名称 因为他认为模拟器这一个概念 很容易让人误会成是一个纯粹的模拟器 而非游戏剧情丰富的完整游戏 所以他想要把主名替换成lovesick 并交模拟器则成为了副标题 至于是否真的采用 目前还没有确定 但从作者的意图来看 可以确定的是并交模拟器不会是最终的主名称 可能有一些玩家会好奇为什么twitch平台上 好像没有看过有玩家实况过这款游戏 早上2016年的时候 并交模拟器就已经遭到了twitch的封禁 虽然Yandere Dev表示愿意和twitch平台一起解决那些 导致游戏被封禁的问题 不改变游戏核心玩法的同时 可以让实况组自由地在平台上进行直播 但最终没有得到twitch的回应 这让作者接受不了 因为他认为比他更暴力的GDA5 却可以在该平台上进行直播 让他感到不理解 此外 并交模拟器在中国也已经被白度贴吧给封禁 近连V站也遭到了屏蔽 而作者曾经也表示过 这款游戏以及他的频道 并不适合给13岁以下的小朋友观看 更是希望游戏评级可以得到16加的M评级 在这9年以来 并交模拟器一直都在不断的进步 而且作者也确实一直在听取玩家们的意见 最终才让游戏变得更加的好 虽然在过去作者也发生了不少的争议 像是表示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开发游戏 却被玩家发现到他在做YouTube影片和玩游戏 被批评没有在认真的开发游戏 甚至知名游戏发行商TinyBuild 在过去也愿意提供资源和人力来帮助开发 最终却因为某些原因 导致双方停止了合作 随着时间过得越久 玩家对于这款游戏的期望也越来越低 而作者也承认自己确实有时候 在做除了开发游戏之外的事情 但他对于部分黑特断定他在偷懒 做其他事情的行为感到不满 在一部影片中表达出自己的无奈 游戏的开发进度虽然确实慢了一些 但过去的日子 作者真的都有在不断的更新和开发 至少他还在为了这款游戏不断的付出着 而玩家们也应该非常希望 并交模拟器真的会在某天 以正式版的方式出现在玩家们的面前 所以我们也只能够用时间来证明一切 并默默的支持这款游戏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喜欢并交模拟器的玩家呢 也不妨在下方留下 你们为何会喜欢这款游戏的原因 和其他玩家分享哦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